大家好,我是東京走橋的鮑勃 日本除了摩登現代的建築以外 也有許多代表日本歷史風格的區域 比方說京都的二年三年版 小京都之稱的金澤日葛朝屋 小江湖之稱的川越 日本遺產炳之譜 夏亭風格濃厚的朝鴨 或是各地百年千年以上的溫泉街 這些地方好拍照、好散步 也常有好吃的東西 更有特色的旅館 鮑勃這次就來介紹這些區域給大家 尤馬溫泉是日本的三股湯之一 有1400年的歷史 除了可以泡湯以外 還有很多好吃好玩好看的景點 這裡位於冰庫縣的神戶市 距離市區不遠 大約35分鐘就可以到達 是關西旅遊可以拜訪的大景點之一 兩天一夜 一日遊或半日遊都很可以 從尤馬溫泉的空中攬車站 或是電車站走路幾分鐘 就可以到達主要的商業區域 整個區域的範圍沒有很大 是一個可以悠閒散步 不用行軍的地方 在日本古老文獻 日本書記中提到 西元631年 書明天皇曾經到此拜訪三個月 到了距近一千多年前的奈良時代 森能心機 在此建立了溫泉寺跟菩提寺 然後連昌時代有了溫泉旅館的雛行 過了將近一千年的今天 這裡一直是知名的溫泉鄉 牛馬溫泉除了入住溫泉旅館 也可以泡個當地知名的金汁湯 或是在雞汁湯外面使用免費的足湯也不錯 金汁湯附近就是非常有活力的溫泉街湯本版 可以在這裡散散步買土產 鮑勃推薦兩個餐廳 竹中肉店創業於大政初期 販賣高級的國產黑毛和牛跟神戶牛 一定要吃吃看用神戶牛製作的炸肉餅 體驗一下高級版的庶民美食 鮑勃也點了一瓶當地名產由馬西打 好喝 Café Dubois於1986年創業 跟鮑勃年紀一樣大 店內裝潢走法式融合日式風格 在這個1000年的日本傳統溫泉街上很顯眼 店裡面的座位非常的舒服 很適合在溫泉街走累的休息一下 除了溫泉街以外 大家也可以散步到西元724年建立的溫泉禪寺 看看有馬溫泉的歷史 喜歡大自然的話也可以到古之瀑布公園 吸收一下芬多金 看看瀑布美景 剛剛提到有馬溫泉的兩個車站 一個電車站 一個纜車站 雖然大家電車比較快 但是鮑勃更是推薦整個行程約兩個小時的六甲山纜車油 六甲山本身是一個一日遊的行程 但時間緊湊的人可以把六甲山當成是 從神戶市區到有馬溫泉的交通方式 我們從六甲纜車下站 達成1932年就開始運行的纜車 大概10分鐘的車程就可以直接海拔上升500公尺 一路上景色非常好 到達六甲纜車上站後 在觀景台看個神戶市景等巴士的到來 搭上巴士後幾分鐘就可以到達六甲空中庭園 這裡是一個很棒的IG打卡景點 歐風建築配上另外一個角度的神戶市景 有機會的話也想玩上來看看 從庭園走路幾分鐘我們來到六甲山頂站 可以直接通到有馬溫泉 這個12分鐘的空中纜車行程 是鮑勃在日本體驗最棒的空中纜車行程 怎麼樣? 用這種方式到有馬溫泉是不是很威呢? 倉夫美觀是300年前江戶時期的老街 區域內有很多有歷史的白牆磚瓦建築 也是米其林指南中推薦的二星級景點 倉夫位於日本岡山縣 人口總共47萬人左右 雖然沒有新幹線可以直達 但離岡山市並不是很遠 只有20公里左右 坐電車大概20分鐘就可以到達 我們這次介紹的倉夫美觀區域 距離車站只需要走路12分鐘就可以到達 區域大小大概是15公頃 大概是大岸森林公園的一半多一點 所以並不是很大 是一個可以散步不需要花太多體力走路的地方 這裡從江戶時代初期被當成物資集散地 幾百年下來這裡幸免於地震或是戰爭 很多古時候的建築像完整的被保存了下來 所以倉夫川盼在1979年 被日本指定重要傳統的建築物群保存地區 區域內能夠拜訪的建築非常多 有美術館、紀念館等等的中華文化才可以拜訪 也有一些咖啡店跟麵包店可以休息 櫻花盛開的時候在倉夫川沿岸散步 或是早上一大清早避開人潮在這去拍照 晚上的時候這裡打光也是個特色 鮑勃這裡最推薦的地方是倉夫的IV Square 這裡是1889年所建的倉夫紡機所 於2007年被指定為現代化產業遺產 2017年包含IV Square的幾個建築物 也被指定為日本遺產 為什麼推薦這個地方呢? 因為這裡本身就是一個飯店 可以直接體驗住在日本遺產的樂趣 如果住在這裡就直接用飯店吃它的晚餐吧 晚餐價位在3千5到5千多塊日幣左右 食材會耐戶內當季當地的食材 吃晚餐的時候還可以享受日本百年的建築物 真的很幸福 除了美觀地區以外 鮑勃再來推薦一個倉夫車站周邊的景點 就會直接開在車站旁邊的三井倡貨中心 一般來說Outlet都蓋在比較偏僻的市郊 但這個倉夫的Outlet就直接暴力的開在車站旁邊 120家店舖就開在你的面前 真的想不逛也難 絕對是可以當成離開倉夫前的避逛景點 左緣又稱北一種的小江戶 沿著小野穿散步欣賞江戶時代的建築 吃個穿越三百年的鰻魚飯 或是到附近的香取神功求個好運 很適合喜歡歷史感濃厚的旅客 左緣位於日本千葉縣的香取市 人空走共有7萬人左右 從東京出發大概兩三個小時 距離成田國際機場大概一個小時左右的車程 當成離開東京回國的最後一天的半日遊非常的適合 左緣陰演著小野川 作為物資集散地而繁榮起來 沿著河畔四百公尺 約七點一異畝的區域 有很多江戶時代末期 製造了時代前期建造的木造廷家建築 藏造的店鋪建築 以及陽風建築 這些建築群中 包含建於1793年 國定古蹟的伊能中淨舊宅 還有八個千葉縣指定的文化財產 共13棟建築 這裡於1996年 被列於重要傳統建築物群保存地區 也是關東首位 左緣跟左倉 成田 調子 這四個區被稱為北種四都市 具有極大的江戶歷史保存意義 也是日本遺產的一部分 推薦拜訪這裡的古民家咖啡 池布安 伊能屋 是異能中淨 也就是日本江戶時代的地圖測繪家的 17代子孫 所開的咖啡店 同時也是東京幫的挖拱 夏挺大家族物語的拍攝場景 大家可以來朝聖 沙瓦拉庭屋館 上川岸小公園 是一個可以免費使用的休息場所 大家逛累的時候可以到二樓的榻榻米磚去休息一下 吃的方面就一定要介紹左緣的鰻魚飯名店 ウナギコポン 山田 創業已經300多年 是塔ベログ的百名店 是一家雖然要排隊 當然是非常值得一室的餐廳 鰻魚是用高級的季州備堂燦好的 鰻魚的肉質十分的柔軟 而且香氣十足 跟白飯非常的搭 距離左緣車站約10分鐘的巴士 可以到這裡知名的參拜景點 日本全國各立400所相取神社的總社 相取神功 在明治時代之前 僅有三個神社 具有神功的位階 衣室神功 香取神功 和鹿島神功 換句話說香取神功的地位極為崇高 今年也有不少重要文化才可以參觀 但也可以改喻豬印當個紀念品 香取神功又有一條短短的餐道 可以試試看龜甲糖的醬油丸子 為日本三井之一 位於京都府的天橋利為日本三井之一 據說從西元八世紀左右就已經成為名勝 區域內除了自然美景 也富含著東東的歷史風情 天橋利位於宮京市 雖然位於京都府 但距離京都市有點距離 坐車大概要將近三個小時 但搭乘的知名工業設計師 水護岡瑞智所設計的丹後的海號 也是一個不錯的經驗 由於距離的關係 建議在這裡一日遊 或是搭配週遭的景點來個兩天一日遊 面對日本海的天橋利 是一條長約3.6公里 寬20到170公尺長的沙洲 沙洲上有8000棵茂密生長的松樹 簡單來說天橋利是一座大自然所造出來的天然橋 江戶前期寬永20年 臨春齋著書 日本國式基考中 寫松島特色時提到 松島 遲島之外有小島若干 帶入盆地月坡之景 景之之家 與丹後天橋利 安逸岩島為山處景觀 裡面提到的天橋利 就跟松島以及岩島並成三個奇觀 後來又在貝源逸宣 以四季行中 被稱作日本三景之一 我們可以利用來回沙洲的方式來玩天橋利 鮑伯就用點到點的方式來介紹這裡的景點吧 到達天橋利車站後 在進到沙洲之前 我們第一個景點來拜訪知恩寺 這個寺廟供奉掌管的智慧的文殊菩薩 可以在16世紀的國寶圖天橋利圖中 看到它的身影 寺廟內的重要文化財 多寶塔 於西元1501年建造完成 氣派的山門也有250年的歷史 踏上天橋利的沙洲後 我們就來個大約50分鐘的悠閒散步之旅 喜歡海的人可以沿著沙灘走 喜歡背樹環繞的人可以走在中間的大道上 欣賞美麗的松樹 路上還可以經過天橋利神社 聽說是戀愛運的Power Spot 冥水白選之一的激青水很有特色 雖然兩邊都是海水 但流出來的水竟然是淡水 我們來到天橋利的另外一頭 稍微散散步體驗一下帶有日本傳統風情的海港後 可以拜訪山崇縣伊士神宮的故鄉 超過1300年歷史的元伊士龍神社 我們從府中站搭乘6分鐘的纜車 即可到達天橋利最美的地方之一 散松公園 散松公園至古以來就是天橋利的名勝 以次進行中也曾提到這裡的美景 1927年纜車開始運營之後 又帶來更多的觀光客 在散松公園的觀景台上 可以試試看從雙腿間倒過來看天橋利 會變成浮在空中的島喔 離開散松公園 我們搭乘纜車下山 我們搭乘天橋利觀光船 吹個海風 從海上觀賞天橋利 12分鐘就可以回到天橋利的車站一帶 行程還沒有結束喔 我們這次從另外一個角度在山上看天橋利吧 走到車站的後方 我們來到了天橋利Vueland的纜車 搭乘7分鐘來到了文書山的園區 這裡的觀景台反過來看天橋利的話 就會有飛龍在天的效果 另外可以到全長約250公尺 離地8.5公尺的飛龍關回廊 可在此展望另外一個角度的天橋利喔 在天橋利的飯店可以享用海之進度的當地美食 但飯店沒有副餐的話 鮑勃推薦從天橋利乘坐一站到公金站 這一帶最有名 創業於七八十年前的大眾食堂富田屋 這裡的海鮮超級無敵新鮮 然後各種料理也都很便宜 我們點了鰻魚飯、山魚片、烏龍麵、鐵板牛肉 一個人大概1500日幣 比東京的連鎖居酒便宜一點 但是美味程度多了兩三倍 可以當成離開天橋利的最後一餐 位於京都市的貴船神社 雖然沒有最古老或最豪華的神社建築 但跟自然的融合 創造出市區無法複製的美感 還可以試試看大正時期就有的百年穿床文化 覺得是最棒的日本歷史風情體驗 貴船神社跟穿床位於京都市的東北部分 從京都車站乘坐交通工具大概需要一個小時 這裡春夏秋冬都有各自的美好 包伯拜訪的時候是綠意盎然的夏天 建議早上10點左右來到這裡 到吃完中餐後離開 我們第一站是貴船神社 這裡所祭拜的Takaoka Minokami 在日本一千多年的古史、古紀事 以及日本書記都有出現過 是日本神話裡的水神 帶給眾生賴以生存的寶貴水源 雖然沒有歷史記載貴船神社是在哪一年建立完成的 但大致是在1300年前的天舞天皇時期 這個神社總共分成三個部分 本宮有知名打卡景點、美美的階梯 跑完階梯之後可以看到這個神社也是繪馬的發翔之地 另外建議大家可以試試看有趣的水占譜 抽完籤後把籤文紙泡在水中 文字便會慢慢跑出來 看不同日文的話也可以掃QR碼看翻譯 結社是求姻緣的聖地 像鮑勃這種單身狗應該要多停留一下 奧宮就是貴船神社的創建之處 被森林環繞、環境非常優美 逛完神社之後 在吃飯之前可以來杯飲料休息一下 我們來到裝潢時尚的冰味咖啡 在這裡點個抹茶牛奶 跟日本甜點蒙拿卡吧 我們就在貴船的穿床上吃個中餐 這裡周遭大概有20幾家餐廳 提供穿床料理的服務 簡單來說就在河的上方放置個平台 然後就在平台上用餐 跟鴨穿夏天的納涼床概念差不多 但是貴船的穿床 離合更接近 我們這次挑選的貝尼鴨 位於貴船料亭街最前方的位置 距離其他餐廳都有一點距離 比較不會有前後都是餐廳人幾人的感覺 料理的部分是用當地的魚以及山菜 所做出來的金會席料理 從前菜、湯、主菜到甜點都非常的豐富 不同的價位也有不同的菜色 大家可以查查官網 以上就是這次的介紹囉 如果喜歡我們的內容 還可以訂閱Follow我們的YouTube Facebook 還有Instagram看更多內容 我是鮑勃 大家下次再見 掰掰